後續會有什麼樣的司法效應 趕快請律師幫我們講一下 我們直接先回應乃瑜剛剛所講的 就勾串共犯共犯 就是講的是沈慶晶 因為這個 記不記得那個USB1500 爆出來的時候 我們全部人都認為是錢 對不對 在場不會有人認為是時間 可是只有兩個人說是時間 一個沈慶晶葉柯文哲 還要說好了 而且後來打臉說 那個1500那一天三點的時候 阿伯其實是跟里長見面 對不對 結果後來傳出來消息說 他說沒有啊 後來改旗了 行程改旗了嘛 這不是串共 什麼什麼才是串共 所以最基本是直接被抓到了 但是我們還是回到這個 這個北檢今天的新聞稿裡頭 因為第一段提到彭震生 我跟大家報告 昨天我們有提到說 彭震生被提訓九次史無前例 今天我算一下日期 傳了十二次 對 十二次 十二次 兩個月傳十二次 幾乎是五天就傳一次 這個是非常非常不簡單 但是呢 這一個新聞稿 我認為非常有價值 原因是在於說 第一個 確定彭震生 他就是在除力罪的部分 是幫北檢鞏固了阿伯 就是那個拍板定案決策者 那個角色 不然的話 為什麼要傳十二次 因為我們昨天有講到說 其實現在目前台北市政府 被傳的這個官員非常非常多 但是其實這官員要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是副市長以上等級的層次 另外一個是局長等級以下的層次 這兩個層次的公務員基本上 不管是現任還是前後任的 都被傳了都被傳了一遍 而且裡面傳了一遍 有人比如說有之前的前市長 跟前局長 前都可以證明說 在他們第一任 阿伯第一任 二零一二零一四到二零一八年 任內都知道精華層的容積率 不是不能隨便亂提高的 一段提高之後 就有明治違法和圖利的問題 這部分就已經被抓了出來 另外就在於說彭震生 有沒有發現說 其實他在 雖然說我們在之前的 他的生押書或他的財定基押書裡頭 都有提到賄賂的金額龐大 但是這一份的這個 北遣新聞稿裡頭 已經把彭震生有關 賄賂兩個字去掉了 改成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 這兩個罪名差了非常非常多 一個財產來源不明 是五年的五年的這個有期讀刑 但是到了這個 如果是收費的話是十年以上 會有有到無期讀刑是重罪 這中間從重罪到輕罪 這個差別 我個人認為是被這個彭震生 在這十幾次的提訓當中 把他可以認得認罪 包括他可以咬阿伯 作為拍板定案的 那個最主要的 那個決策者的角色 已經咬得差不多了 也就是說在阿伯未來 在圖利罪的這個判斷上面 彭震生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幾乎阿伯如果未來 在圖利罪的這個判決上面 彭震生的證職會是最關鍵那個證職 因此他換到了一個獎勵 這個獎勵就是有可能 縱使是他沒有被正式列為 這個污點證人的這個資格 但是在未來的起訴書上面 可能就看不到彭震生有收費的 這樣的罪名 因為他已經把阿伯咬得死死了 在圖利罪上面 所以這部分的話 北儉給他一個獎勵 但是還是會被壓 為什麼 不是啊 北儉給他什麼 給他生日大禮 我們今天先祝彭富生日快樂 給他生日啦 生日啦 北儉送上炎壓大禮 北儉實在是 北儉這邊雖然說給你 給你一個清罪 對 最難的 人生他還是會被壓 為什麼 因為北儉有講得清楚 共犯之間公訴不一致 是誰不一致 柯文哲 柯文哲咬你嘛 柯文哲說都是你決定的 對不對 那個代行決定的章是你蓋 是你部長自己蓋的 所以張綠 你在這個所謂的新聞稿裡面 你看出來的是柯文哲跟彭震生 咬成一團 他們一定是護咬 他們一定是護咬 而且還有一些 北儉留了一個伏筆 還有證人尚未傳案出庭 我們剛剛講的 在圖利稅部分 其實主要是在說 是兩個兩個部分 就是臺北市的決策圈 副市長等級以上 跟局長以下 這兩個決策圈 但是目前只有一個 副市長等級以上的證人 還沒有被傳 是誰啊 全部人都知道是黃珊珊 所以說這部分 這個伏筆未來的延壓 確定說因為你阿伯咬了彭震生 然後另外又有黃珊珊 還沒有被傳 所以延壓的部分 彭震生應該是可以說是 非常機率非常非常高 但是阿伯的部分 又更有趣了 因為大家看到說現在 阿伯因為第一次被五寶請回以後 北儉把火力集中在土利罪 比較不敢提收賄罪 對不對 收賄罪好像躲在後面 就藏起來一樣 第一次壓的時候是在土利的部分 可是這次花了至少兩段 特別講到收賄罪 而且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北儉在這種新聞稿裡頭 他的邏輯是這樣 上一次在講土利罪的時候 說有一個共犯在外面前逃 那個是誰 那個邵秀沛 對 但是那個邵秀沛 針對的罪名是土利 對 那這一次又有一個潛在的共犯 在外面逃著 感冒 就是那個橘子 但他對應的犯罪 有可能是土利嗎 他是拿錢收錢的那個人 一定是收賄罪 所以說這一次北儉是做出了萬全的準備 他今天這一次在外面共犯 不是土利罗 是收賄 是收賄的共犯 是收賄的共犯 對 而且船怎麼船他都不來 怎麼聯絡都聯絡不到 那這一次也剛剛清晃兄說講 這一次舉止很罕見的 因為我們通常要把一個人列為通緝犯 在實務上 傳換一次不到 兩次不到 具體到你家找不到的人才會列通緝 但是這一次很罕見的 好像比那些那個重大經濟犯罪 都還要快的就列為通緝 這部分是有理由 因為通緝的法律的背後 就是你把通緝兩次拿掉 他背後其實就是逃亡的意思 那你有逃亡的意思 你的共犯到外面逃亡 那是不是讓北儉就有一個 在這個生押書寫的一個理由 就是你確實共犯就在逃亡 而且因為列了通緝 所以說代表說未來審查的北院 他在審查的時候 不能夠就是不能夠打臉北儉說 你就一直說人家在逃亡 一直說人家逃亡 為什麼不通緝 所以北儉通緝給你看 我就通緝給你看 證明說這個桔子 這個橘子確實就是在逃亡 他確實在逃亡 那就讓未來北儉在審查的時候 北院審查的時候 沒有理由可以講了啦 沒有理由可以講 那現在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剛剛前往就有提到說 這個橘子是有雙重 雙重國籍還是有其他 應該沒有 我想問一下就你所瞭解 因為你是他們杜聰明基金會的法律顧問 橘子到底幾本護照 我給你報告 橘子是駕駛台灣人 駕駛 基本上他出境應該是拿台灣的護照 然後第二個是他不是日本人 這也可以確定 因為他只是一個救救曲的日裔的美國人 所以他也不是日本人 只是補充一下 只是前兩天有同業在講說 他可能有美國護照 所以我們今天才去查證一下 他到底有沒有 那查證完應該是沒有 應該就是那本台灣護照 那應該是沒有 所以說今天撤銷他的護照之後的法律效果 如果說今天台灣跟日本有引渡條款 一旦列為通緝犯之後 很簡單 就跟台灣這邊就檢察官跟日本的那個檢察廳 就講一下說 我們這邊有個逃犯 把他拿回來就把他遣送回來就好 可是問題是沒有引渡條款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只能透過司法護住 可是司法護住 它是一個很虛目飄搖的東西 那日本政府不一定會用引渡的方式 把橘子引渡回來 所以有可能的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台灣這邊就尋求上市 這個估重量紅火案的案例 我這邊大概請日本這邊稍微透露一下 目前橘子在入境的時候所填的地址 或者是說謠傳他有遊學的時候 因為遊學要辦遊學簽證 學校可能給的地址讓台灣的檢察官可以飛到日本去 飛到日本去跟橘子可以來做一個洽談 那做這個洽談有什麼好處 因為現在我們都知道 那個檢察官他目前他大可以用 這個收匯的幫助犯來把橘子列為被告 可是他沒有 他是用比較輕的 就是違反政治獻金法的這種輕罪 來列為橘子的被告 所以未來如果說檢察官他真的殺過去 飛過去日本跟橘子談判的時候 他可以跟橘子講說 我沒有要用重罪來把你列為被告 第二個我也沒有要用重罪的方式 把你列為把你深壓 但是請你在這裡答應我 一五一十的把阿伯跟誰收錢 然後是為了什麼案子收錢 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樣的 譬如說金華城他為了什麼樣的 農機獎勵收了誰筆錢 何時何地跟誰收了錢 麻煩你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 那未來橘子就有可能回到台灣 接受比較輕的刑罰的處遇 那這個我想就是檢察官目前用輕的 大家好 好 博昌功法的奧義呢 就是全身而退 取而代之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五七點半給你清水嗎 抖起來 什麼 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題目版 等你一起來